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虚主词it 有的时候呢会看到it摆在最前面 当做一个虚主词的概念来做使用 虚主词it的用法 它基本上呢它是一个假的主词 它来代表的是后面的片语或者是子句 譬如说我们来看例子比较容易了解 第二个例子 it is important to eat healthy food 所以it在这边代表的是什么 不知道它是一个假的主词 它其实要描述的是后面 to eat healthy food 吃健康的食物这件事情 is important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it代表的就是 吃健康的食物这一件事 所以我呢并没有把eat healthy food 摆在前面 我用eat来代替 然后再带出来我所要讲的事情 这就是虚主词的一种用法 再来看第三句 it is difficult 什么事情是很困难的呢 it is difficult 这件事很困难 什么是呢 to make a speech in public 在大众面前演讲 make a speech 大众面前演讲这件事 是很困难的 所以这个it 所代表的是 make a speech in public 是很困难的 第四句 it is true it is true 这是真的 什么事情是真的呢 that he is a good teacher 他是一个好老师 这件事情是真的 所以这个it 所代表的是 he is a good teacher he is a good teacher 这边就是一个句子 名词字句 第五个 it is no use crying for spilled milk it is no use 这是没有用的 什么事情没有用呢 crying for spilled milk 洒了的牛奶 哭了 你把牛奶打翻了 然后你哭了 是没有用的 所以这些的it 所代表的呢 都叫做虚主词 虚主词 它是一个假的主词 来带出后面 我想要讲的重点 好 第一个呢 就是不定词的片语 不定词 再讲一次 不定词呢 就是to 加原型动词 to eat 再来就是名词子句 that 好 然后动名词片语 crying for 这些呢 都是他可以带领出来的句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虚主词 it 加上不定词 有一个句子 好 我们讲第一个 riding horses is fun 好 我们讲过动名词 可以当主词嘛 这是动名词当主词 riding horses 这件事情 is fun 是很有趣的 那如果今天 我想用it 来当做主词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们把riding horses 这个字 好 直接改成it it is fun it is fun 这件事情很有趣 什么事情很有趣呢 to ride horses 好 riding horses 要改成 to ride horses 改成不定词 放到后面 所以一个句子呢 好 有动名词 开头句子 我们可以改成it 虚主词 加上不定词的用法 一样第二句 coming to class on time 这是他的主词 coming to class on time 这么长 好 所以整句变成to 叫做to come to class on time is important it is important to come to class on time 这整个变成it it is important 什么事情很重要呢 coming to class 改成to come to class it is important to come to class on time 接着第三个句子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is difficult 学第二个语言 是很困难的 主词在这儿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这是主词 所以主词改成it it is difficult it is difficult 什么事情很difficult呢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改成to learn a second language it is difficult to learn a second language 好 这个呢 是虚主词it 加上不定词to的用法 好 那有时候呢 我会看到for it is怎样 for谁 然后加上to 来看例子 it is important 形容词 it is important it is necessary it is easy 这些都是形容词 对谁来说 是很重要呢 for you for Emma for us for a dog for young children 对他们来说 这件事情很重要 这件事情很简单 什么是呢 to study hard 用功读书 it is important for you to study hard 用功读书 对你来说 是很重要的 第二句 it is important for Emma to study hard 对Emma来说 读书 是很重要的 第三句 it isn't necessary for us to go to the meeting 对我们来说呢 去参加会议 meeting 不是很重要 it isn't necessary 不是必要的 对我们来说 去参加会议呢 不是必要的 第四句 it is impossible 不可能 it is impossible for a dog to talk 对一只狗来说 说话这件事情 是不可能的 it is impossible for a dog to talk 最后一句 it is easy 好这件事很简单 对谁来说很简单呢 for young children 对年轻的小孩来说很简单 什么是很简单呢 to learn a second language 对小小孩来讲 学第二语言是很简单的 所以很多小朋友呢 他们在家里可能是讲国语 或是讲台语 譬如说在家讲台语 在学校讲国语 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 是很容易就可以达成的 好虚主词呢 it 它可以变成寿词的补语 来代替后面的名词 或者是句子 譬如说 we can make it 我们可以 we can make it a rule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规则 什么样的规则呢 clean the mess after dinner 在晚餐之后呢 要把桌上的脏乱 清理干净 这件事情可以变成一个 它的规则 好所以这个呢 就是用it 就是用来代替后面的 clean the mess after dinner 再举一个例子 we found it impossible 我们发现它是不可能的 什么事情不可能呢 he passed the tests 他要通过这个考试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好所以found it possible impossible 代替的呢就是后面 he passed the tests 好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所以it 好它变成受词的补语 it代替的是后面的名词 或者是后面的子句 所以it 我不一定要摆在中间 不一定要摆在最前面的开头 我也可以摆在中间 然后代替后面的子句 我们这一刻讲的呢 是虚主词it 好我们有学到it摆在开头 然后后面加to 加不定词 或者是呢it摆在前面 然后后面加for谁 然后to加原行动词 那当然我们it也可以摆在中间 来当做一个补语 那同学在使用it的时候 要多做练习 才会更加的熟悉 熟能生草的概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